可能需要几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知道column 就是用哪一个函数参照 那这边有个叫column 没有s column指的是 目前你的储存格在哪一栏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直接按确定 reference不用指向哪一个储存格 我们就用原来这个储存格 a1 a1它只会跟你讲说 你现在在哪一栏 所以你向右拉的话 a1到9 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向下拉 它还是1到9 因为它只会去参照 参照到它目前储存格 在哪一栏 但我要的结果是什么 我要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要 这个假如跟题目有叙述的 它说这边我要输出这样的表格 0到9 然后底下的话 变成就是负1一直往 越来越少 其实我们刚刚有分析过了 它跟蓝跟裂的关系 就是把蓝减掉裂就可以 那如果减裂的话 其实你可能还在学习另外一个函数 就是裂函数 插入什么呢 这个减式与参照里面的弱 弱函数 那这个ROW 弱函数 那一样 这边不用参照 你会发现 向下拉 向右 你会发现 它刚好颠倒 它只会参照到 它现在在哪一栏 而不会管它在哪一栏 有没有 如果同样的道 如果今天我要怎么 把这个刚刚的表格做出来 很简单 把它的栏 减掉列就可以 所以插入函数 第一个我们用Column 有没有 按确定之后 在后面减掉什么呢 再减掉ROW 那你可以怎么办 再插入一次函数 减完之后呢 再插入函数 然后呢 把那个什么ROW的部分 把它加到后面去 按确定就可以 那你向右拉 0到9 差一个 再到J 然后向下拉5列 假设我要产生这个表格 你会发现 这个表格 就会很快地帮我产生了 这个表格呢 跟那个题目要的 应该是一模一样 它要是0到9 负4到5 OK 那结果应该会是一模一样 因为规则 我们只要知道 那个你需要的规则 那你就把那个规则给做出来 其实结果就出来了 那其实同样的道理 那很多地方 如果将来你不一定要写程式 比如说事情很简单 当然没有人没事的喜欢写程式吧 简单的事情 你就是用Excel来完成就好了 但是问题 你也要懂得里面 它提供给你哪些的函数 你只要懂得里面的函数 你才有办法做出对应的结果来 我发现很多人对Excel虽然很常用 但是却不熟悉 里面也许V团数应该会 可是除了V团数之外 好像其他都不会 真的有遇到很多这种 就是这种例子 OK 所以会变成说 它可能会有盲点 一般性的工作OK 但是呢 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变化性的 那你就卡住了 那卡住的结果就是 你可能要凸法链钢 凸法链钢浪费时间 每天都在那边凸法链钢 看到Avila不行 那就用别的凸法链钢 没别的招了 所以尽量的话 你要懂得怎么样 再去使用其他的函数 OK 包括哪一些 我们刚刚有提到 其实就是在插入简次与参照里面 这边一大堆的 也不见得每一个都要用 但是里面有一些重要的 也许你们可以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我在其他课程里面 也都有大致上 有把比较重要的挑出来 然后举一些例子 怎么去利用这些函数 去解决你的问题 当然工作里面 如果简单的事情 是可以用这些 但是复杂的事情 如果那个量很大 资料量非常的庞大 然后呢 你如果用函数 它其实也无法解决 不是无法解决 可以解决 但是会反而有点像是 那个什么 你明明是很多的东西 你还是用小车去载 那当然有点载不完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用大卡车 那当然就可能就要写一点称 所以如果以刚刚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们就是用那个什么呢 也许我另外再插入一个 我用VBA好了 如果我要把刚刚这一题 用VBA写的话 那其实呢 第一个一样切到VideoBasic 我习惯是把它缩放 缩小在这边 然后按一个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一定必要 反正跟那个什么 Python有点像 它这边模组 那边也叫模组 名称一样 OK 那在模组里面呢 差别是说 VBA是要很多的Sub 所以你变成你要什么 自己打 或者用插入也可以 如果你要打 比如说我要打一个Sub 那你可以Sub 名称的话自己取 Sub也许叫蓝列 蓝列练习 OK 假设我们就蓝列练习 OK 然后Enter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帮你加什么 加后面的瓜糊跟那个Sub 然后你就在中间写 那我们刚刚逻辑 我刚刚讲过 如果蓝的话 我习惯 我们要跑一个范围 所以五列时蓝好了 五列 所以我的习惯就套公式 For i 等于 第一到五列 所以五 我刚刚有讲过 我把 i 当成列 当然你也可以把 i 当 写一个叫 r 也可以 然后打个 next 那写法跟那个 在 Python 有点不一样 Python 的话就 for i in range 那这边的话是 for i 等于 哪一个 到哪一个 其实到底差不多 然后再一个 for j 按一个 tab 键 然后拿这个来复制 Ctrl 键按住 那这边把它改成 j 然后它是到 10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10 enter 两下 一样打个 next 那虽然 VBA 不用结构 不过我的习惯还是要把它接着 按 tab 一定要 主要的好处就是说 你这样以后写别的东西 你也可以很快上搜 无论是写 VBA 无论是写 Python 你都可以用一致的方式在写 比较不过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得到的结果的话 那你可以把输出写在前面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一定是 sales 哪一列 第i列 它会先取第一列 那跑什么呢 第一列的第一栏一直到第十栏 然后再来 next 那 next i 就是第二列 它的一到十栏 OK 一直到第五列的一到十栏 所以它是重复性 慢慢习惯 所以输出的语法 其实很直觉 sales i 列的这一栏 指的就是那个范围 等于什么呢 等于刚刚的公式 蓝 减掉 列 好 答案就出来了 写完了 哎 你想说 就这样而已哦 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来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 直接把这个run一下 直接执行 结果一不一样 完全一样 对 OK 所以其实 你要懂得转变 那同样的方法当然 如果我把这一套方法 假如说要再改写成python的话 哎 那要怎么改 其实也差不多啦 反正就是什么 for i in range 然后呢 当然它这个数字 将来是要变的 就是要把它改成input input的一个词进来 然后就是做出结果输出 到printer的位置 不过printer的可能就是中间 要加一个什么呢 它好像题目里面是要加空白 加空白 所以如果要加空白的话 那我们就照它的方式 这边 它叫加 加空白 还加什么 OK 题目有没有提到 中间输出 提示篮宽要是4 OK 所以你要符合它的篮宽要求 篮宽是4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format format 让它format里面的话 我们前面有一个地方 就是要刚好4个字的叙述 4D 4个4就是4D 冒号4D 你就格式化4D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的输出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边会用Essal举例 主要是因为Essal 是比较直觉的 有没有 程式并不多 就这几行 另外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它输出99乘法表 Python里面有99乘法表 在VBA一样可以输出99乘法表 而且利用这个来做99乘法表 也非常快 Column跟Raw也可以做99乘法表 比如1乘1等于1 这边是2乘1等于2 OK 那其实你只要在Column跟Raw 把它拼凑一下 产生公式99乘法表会出来了 那VBA其实也是一样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Column跟Raw 第二个就是VBA里面的这个程式 其实主要是了解一下 那个forI forJ 蓝跟列的关系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